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夏不是梁夏 谁的版本的更新呢 完全的加入之后 让贵奶分的有了更多的配装选择了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2.1版本贵奶分的解释攻略 搭配完全强度如何 配装配对又该如何选择 看完觉得有帮助不妨给视频点个账 至于一个硬币实验 同视频对转发情绪比较大 帮忙转发一下吧 不用真的转发 退回来后转发给我就行了 同时有经验拿 谢谢 贵奶分是一位活属性虚无命头DOT持续伤害角色 拥有高贵的异山城区 在面对非火环境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了 使得环球加入之后呢 贵奶分也喝到汤了 对没有银狼或者黑天狼的环球玩家 一个DOT队伍强烈推荐培养一个 非常的好用 老样子先来过来一遍技能吧 虎弓 祖传当体伤害 结束行进一之后 虎弓也要挂左杀的功能了 帮助环球更快叠成 这也是搭配环球的核心形力之一了呀 战绩扩散伤害 同时100%基础概率给敌方单体 以及相邻目标挂左烧 左烧敌人每回合受到贵奶分 实际218的持续伤害 总体的倍率伤害还是比较可观的 贵奶分天赋也是比较简单啊 只要攻击敌方均可触发吞火这个状态 1成7% 3成21% 众所周知啊 减看减防异伤心属于高贵的稀有成区了 而贵奶分则是高贵的异伤 而且触发简单 而且还是对群的 这也是贵奶分的核心机制了 终结季全体120的倍率伤害 如果敌方要灼烧效果可以使其引爆原伤害92% 技能总结一下 普攻战技可以挂着烧 而终结季如果是敌方有着烧情况下 引爆是可以给环权叠长木机制的 所以贵奶分要尽量在敌方的着烧情况再开大 否则是无法叠成的 贵奶分的密技进入战斗后 可以攻击敌方随即四次 有概率进入一个吞火的陈述 但是由于不可脱手 实战中一般是用不到的 行进能力2 贵奶分进入战斗后可以拉铁板25 可以开局优先触发左烧 后续让卡夫卡引爆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不过对于前友配队来说不重要了 水井上天花的效果 行进3 对于左烧敌人提高 反20的简单粗暴争议了 行进加成方面 24.4%的火伤加成 反24的击破特攻 反10效果命中 技能加点方面 核心是天赋的一伤效果 优先升级 战技和大招是其次的 最后是普攻 普攻甚至可以不点的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关追选择上 如果是卡黑多特队 那么贵奶分的命中要求就比较低了 五星关追卡夫卡黑天鹅关追首选 考虑大多数玩家情况下 推荐有高点赢的晚安 以世界之名以及决心都可以使用 如果是搭配环权配队 考虑到贵奶分 每次攻击都可以叠加 必须搞个必定命中才可以 那么关追首选新手任务开的前 搭配配拉是可以吃到减方的一个充能加成的 没有这个关追次选六四线 高命中已经打出更高的持续伤害 再没有的话 只能靠一气歪出来了 由于普攻只有80%的概率触发灼烧 贵奶分在一魂减效果抵抗的情况下 效果命中只需要对于这60点就足够了 否则需要80点才可以几乎必定命中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搭配常规的DOT队友命中需要在30左右就可以了 就不用那么高了 生意五方面 而不对 一气方面首选优爽生劳的细球试剑套 提供无视减方 以及搭配配拉减方之后 收益会更高 考虑到收益比较高 以及容易刷取 不算推荐散剑了 前期可用2加2过度即可 内圈二长穷提供攻击力 不过对速度要求会比较高 之前有说到太空封印杖也是能用的 一气部位选择攻击衣服 鞋子速度 球火伤 绳子攻击力 如果是搭配环拳推荐带冲能绳子 配合新手任务开的钱 可以进入做到两个普攻一个战技稳定开大 爱的情况下两个战技也能开出来 搭配环拳可以更快的叠成了 如果搭配环拳命中不够 可以带命中衣服 优先保证触发的左烧叠成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过下贵奶分的新魂 一魂前面说过了 降低敌方把死效果抵抗 从而可以降低贵奶分的命中要求了 对于环拳配对属于自变新魂的 因为有了减效果抵抗之后 佩拉也给适当降低效果命中的要求了 二魂提高贵奶分的普攻战技 左烧倍率 锦上添花的一个效果吧 四魂每次左烧回来两点 可以吃它从来三加成了 这里还是很不错的 六魂吞火多一层 本来三层半二十一 六魂四层就半二十八了 提升还可以啊 总体看下来贵奶分的新魂比较平滑 没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机制 六魂的贵奶分关键再搭配三魄 组成双四星丢梯队 有不色的发挥了 再搭配卡黑或者环拳 有个零到一魂就可以培养了 非常良心啊 在配队选择上 平民的DOT队伍 三魄贵奶分 艾斯达 在有三魄六魂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高配的DOT队伍 卡黑贵奶分 没有卡夫卡给换的软梅 组成双三DOT队伍 生存为首选霍霍 提高全队回能以及加攻 给大幅度提高队传线伤害了 其次是罗刹提高产点 队伍平反生战技了 也是变态提高伤害 其他有啥带啥即可 然后是环拳的配队了 佩拉贵奶分 生存为首选存户的福旋 带宇宙市场去世 挨打叠长梦机制 还能提高适合的暴击率 骑士杰哥 潮粉之更高 叠成概率更大 最后可以选择加拉赫的大招 强谱马可以叠成 虽然没有存户带宇宙关追 市场那个叠成多 但胜在稳定啊 这个队友在本期的混沌梅火环境弱点的情况下 12层表现一点都不比银兰差多少 0加0的平民闪见环拳 叠三晚安 带贵奶分差一点点就能两回合了 毕竟上半还有雷抗 还没有弱点 否则一回合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呀 搭配银兰需要足够的一个操作 以及看环境 以及练度才会更好 就算打萨姆嘛 我这配队也在下半打出三回合的成绩了 个人体验下来不比银兰差多少啊 我不会说银兰不行 我只能说我操作不行了 多于没有银兰的玩家贵奶分可以去培养一个了 不管是DOT队友还是环拳队友均有不错的发挥啊 最后看一下视频展示的环拳配对面板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哦 好了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有帮助的各位喜欢可以点赞转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或者转发给我也行啊 祝各位抽卡顺利 欧气满满 十年出京都能抽到你们自己想要几个身后武器了 那么我是梁相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各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